羅品超老師,我叫他做鑑哥 我就是根據學黑猴 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武生 名符其實的文武生 真是,沒有一定的 找機會寫一個戲,我和你做 超過六十歲,要他退休 他就立刻哭了 越唱越好戲,越看越歡喜 各位海內外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在粵劇界,如果要數舞台生涯最長的一位藝術家 那就一定非羅品超老師莫屬了 至2004年,鑑叔以九十三歲高齡 重矣時間超過七十載 成功申報吉利斯世界紀錄大傳 成為至今在世界戲劇舞台上 年齡最大舞台演出時間最長的藝術家 提起鑑叔羅品超老師 喜歡粵劇的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他多才多藝,氣露很廣 有很高的藝術粗藝 是一位能聞能武的粵劇表演藝術家 他的表演剛柔相濟,洗練細膩 塑造了一批批性格詠異,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 譬如羅成寫書裏面的羅成 平貴別謠中的薛平貴 五郎九弟裏面的楊五郎 還有林聰京阿良三伯 還有三香風雲裏面的黑牛等角色 都為人津津樂道 他由以小武建場 亦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回龍康 而且尹味獨特 今天就等我們隨著多位名家的介紹 一同走進羅品超的藝術世界 羅品超老師,我叫他做鑑哥 很平易近人 叫鑑哥,很親近很多 我跟了他很多年 我16歲跟鑑哥學藝 他對我又教我做人,又教我做戲 可以說是我的恩師 羅品超老師是我最入院劇行 第一個跟羅老師學東西的 我由三香風雲 即是三香風雲的前身桃園堡 我就跟他學黑牛 後來他很多戲我都有學過 我都很喜歡做他的戲 羅品超先生、鑑叔 應該說是一代宗師來的 我對他的藝術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 首先 他真是能文能武 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武生 羅程寫書更加 沒什麼功底 你根本沒可能做得到 又要唱爆腔 又要單腳 夾著槍寫書 鑑叔就自己站在台上唱了 接近半個小時 我在粵其學校讀了六年 這一段唱我拿來練聲 很不客氣,很老實地說 我到畢業都還沒唱到尾 我是學羅程寫書一曲 我也學了很多年 才唱一支歌 不要說做了 即是我自己練過 我站在台上唱 最多唱一段以往 因為提著腳那時 你的氣息是向上提的 你必須要提氣 才能保持平衡 但你唱的時候 你的氣息要沉下去 淡氣想沉下去 保證一個音色的出來 那時你會站穩 還有 穿著高香 站在那裡 你會發覺腳是不受控制的 站到那麼長時間 就不受控制了 鑑哥的藝術流派 他主要就是武器 武器為主 譬如他的藍派功夫 山東響馬 黃飛虎反五關 羅程寫書 五郎救帝 這些都是他的拿手好戲 後期就是荊蛊 荊蛊 荊蛊別遙 羅程寫書 迫上兩山 很好聽 而且又很高傲 很有激情 我每次散場之後 我又和他一起坐三輪車 坐三輪車 在三輪車那裡 我和他一起回家 我送到他回家 我才回去戲院 或者回去我家裡住 在三輪車上 他就教我 應該怎樣去 黑話人物 應該怎樣去運用唱腔 做手 應該怎樣 很多時候都在三輪車上 來教我 或者文革之後 他很喜歡唱那些楊擺戲 他穿起一套文章 他又不是中山章 而是文章 他穿這套服裝之後 演出鼓之後 他又不坐 我給他一張椅子 他說 不要坐 一坐 褲子就炒了 一坐一條褲子就炒了 一炒之後出去就影響了 觀眾看到就沒有看了 就覺得你這個議員 說什麼這麼厲害的 由於他自小 過紅褲子出身 一路做了幾十年 他其實是很鍾情 誰知道 說歲數夠了 超過六十歲 要退休了 他立刻哭了 他不捨得你開舞台 所以他一路做一路做 做到九十幾歲 他還要做 他唯一的愛好就是 做戲 做戲 我最喜歡 羅品昭老師的羅承寫書 《五郎九弟》 特別是《五郎九弟》 但《五郎九弟》 裡面 他以這個五郎 是可以覺得 黑畫這個人物 黑畫得很細緻 他是小母帥仔 但他做五郎 做五郎的時候 是開紅面 而且很多羅漢架 他續上來 會人情味十足 好像《五郎九弟》 我亦都唱過 我亦都認真地學習他 真是很棒 將人物幾種心理層次 家國情 父子情 兄弟情 三種不同質量的感情 不同質感的感情 他可以在 那麼一段短短的唱空裡面 可以表現出來 想當初 為替遼兵 父子八人 老老少少 陷陣衝鋒 殺得鬼哭神套 安陽家 一個個個一個個 可憐死得死來夢 羅賓超老師 他九十幾歲 他還做經安 真是不一定的 為何他身體這麼好 功力可以做到呢 因為我覺得他很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 作息時間 飲食 還有他堅持練功 我記得他很大年紀 他也是有空去唱 動手腳 這個是非常難得的 另外我覺得 他的心態非常非常好 他當時只有九十幾歲 後期他還跟我說 端端端 找機會寫一個戲 我跟你做 排個新戲 當時我的感覺就是 一個這麼大的藝術家 幾十歲了 還想著去出新戲 你想一下 他對粵劇那種感情有多深 難得身體這麼好 能夠做到九十幾歲 可以在舞台上這麼威風 這麼做得好 你看回人家 之前年輕的時候做過什麼戲 做過羅成寫詩 做過林聰 做過平貴別耀 那些戲真的不錯 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因為資料不多 但是我們接觸又不多 但是我看了幾個作品 老一代的藝術家 前輩的確付出很大很大 我很記得1987年 跟他在美國演出 當時他就是做京鵝 紅中列馬 那裡量出戲 但是有時候去到某個城市 他就不用做了 他就 好開心 今天做 我去玩一下 這個城市我不是去過的嗎 我覺得他心態非常好 他做戲很投入 他做戲很放鬆自己 我覺得做一個演員 一定有一個好的心態 才能夠保持藝術青春長住 他在吸收了很多很多 我們所說的立派 其實就是說 京劇、昆曲 甚至乎穿劇各方面 外劇種的 我們所說的外光劇種的 他的表演方法 他們的一些長處 一些閃光的地方 吸收了之後回來 吸收了回來之後 他可以用一種粵劇的方式 去表現出來 是 羅品超老師 真是 名副其實的文武生 譬如他演那個 梁山伯、周英堂 真是入目三分 因為羅品超他的聲音比較漂亮 非常高抗 非常有力 所以他唱了大部分霸腔 演小武器為主 但是我聽他 梁山伯、周英堂的臨台會 真的從聽出以後 真的想不到 他唱文器 怎麼唱得這麼好 你想想 我鑑叔很高大 而且他掌上 也不是那些奶油小心樣 他可以一出 特別留台會那一段 一出梁足留台會那一段 可以令到台下的人 全部都是哭了 鑑叔給我的感覺 是一個很質樸的藝術家 他心目中 他口頭上 永遠都是氣 他們的每點 每滴 都會留在我們心裏 而作為我們 以後 努力的 一個鞭策的動力 羅老師在我心中 他是一個好前輩 好老師 好演員 老輩的講述 令我們認識到一位 較為立體的藝術家 羅品超 同時通過不同名家的演繹 把羅品超老師的代表作品 重新呈現 亦體現出粵劇藝術的傳承 2010年7月15日 羅品超老師在家裡 與世長遲 享年101歲 這位百歲老人 留給我們不僅是藝術的財富 更加是對粵劇舞台 永遠向往的那一份堅持 而這份堅持 已經深深印記在後輩的心中 相信必定會綻放出 燦爛奪目的花朵 好了